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子宫肌瘤的发病机制和诱发因素 最实用的钢货都在这一集咯 子宫肌瘤最开始打哪来 深毒菌还不能确认 但科学家们抓到一条重要线索 和磁激素 孕激素这俩家伙有关 证据有四 一起来看 第一 子宫肌瘤高发人群是30至50岁之间的女性 该年龄段正是女性体内的磁激素 孕激素分泌最旺盛的阶段 第二 怀孕期间 子宫肌瘤有疯涨之势 有的能比孕前大一倍 甚至N倍 孕期疯狂飙高的还有磁孕激素哟 它们比正常值高的可不止N倍呢 第三 绝经后 子宫肌瘤也会慢慢萎缩 甚至消失 绝经了 磁孕激素开始断牙式的下跌 子宫肌瘤也开始粘了 这绝不是偶然 是明白着的关联啊 第四 通过比对子宫肌瘤的组织和正常的子宫组织 科学家发现 子宫肌瘤组织的磁孕激素受体远远高于正常组织 也就是说 子宫肌瘤组织对磁孕激素的敏感度要远远高于正常组织 深独军小总结 磁孕激素飙高 子宫肌瘤疤长 磁孕激素降低 子宫肌瘤萎缩 科学家继续深挖 进一步发现 孕激素能促进肌细胞分裂繁殖 磁激素能让子宫上的肌细胞肥大和增生 这可是绝配 一个让数量多多多 一个让个体大大大 这一多一大 不就长得比别人快了吗 一个正常的子宫肌细胞 咋就变成了子宫肌瘤细胞 深独军还讲不清 不过 科学家根据磁孕激素和子宫肌瘤的密切关系 已经想出了收拾子宫肌瘤的法子 这治疗方法咱们下集再讲 今天先讲诱因 子宫肌瘤的诱发因素都有哪些 深独军讲五点 一 遗传 子宫肌瘤有明显的遗传倾向 如果妈妈有子宫肌瘤 女儿的患病概率会大大增加 有遗传史的姐妹们 定期检查很重要 二 年龄 子宫肌瘤多发生在生育年龄 它们对绝晶期负率和小萝莉的兴趣不是很大 深独军提醒绝晶期大姐 如果绝晶期后子宫肌瘤没变小反变大 那就有癌变的可能 所以绝晶后也要定期检查 三 滥用激素 痛心 趴冷 试试黑糖茶 万能区斑养高 黄鹤斑 忍身斑 从此不再有 长期使用含激素的药物 补品 护肤品 体内磁激素不知不觉就增加了 高磁激素的环境 可是子宫肌瘤的最爱 姐妹们 远离激素很关键 四 肥胖 逐言逸润 我是京剧的迷你猪 通常偏胖的小姐姐皮肤光滑有弹性 这正是体内磁激素旺盛的表现 肥胖能刺激磁激素水平升高 我妥得给子宫肌瘤送红牛啊 五 生娃 孕期 磁孕激素的分泌量 史无前例地飙高 子宫肌瘤迎来发育的春天 啥也不说了 女人真伟大 妈咪最光荣 沈独军 我得了子宫肌瘤 这个咋整啊 喝重要慢慢吃 还是去医院来一道 苹果大小的子宫肌瘤 居然能从三四个花生大小的洞里取出来 靠谱吗 医生说我只能切子宫了 沈独军 要是没了子宫 我以后还是女人嘛 各位姐姐们 看你们受罪 沈独军心都碎了 咱下集就好好说说这 子宫肌瘤的检查和治疗 一定要等沈独军回来啊 你要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